8月25号 星期日的这个岳余谈 大家年轻的时候 或者现在你为人父母 有没有跟你那些子侄 讲一下这个story 就是这个白雪公主 摩镜摩镜 究竟世界上哪个最美的 一个童话故事呢 小时候都听到 这个童话故事耳熟能长 又或者大过那个时候 有份看过这个迪迪尼的 这个动画卡通片 大家都知道那个结局 就是一个邪恶的皇后 因为妒忌这个善良漂亮 美得扔一声的这个白雪公主 找些奸计去陷害她 最后就backfire 原本自己就很漂亮的 怕什么都有人比你漂亮呢 都是因为出于一个妒忌 缺乏自信的一个心象 而令到她走上这个歪路 到最后还被这七个小魏人 那七个棍赶下这个圆崖 跌到粉身碎骨而屎 大家如果小时候有看过这个故事 我想也要告诫大家的小朋友 或者自己 千万不要这么小勾气 也不要这么容易妒忌别人的成就 或者别人的一些美貌 大家身而平等 个个都不溝通 个个都有不溝通的一个长处 那你有你呢 我有我呢 那大家互相的取长保短 那大家去互相的一个的良性竞争 牵引大家一起进步 那就为之very good 但是内河 就是我们在一个深圳河以北 一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么多年里面那些洗脑教育 和中国共产党灌输强烈的 这个民族的这个情意结 爱国的这个洗脑教育 推动之下 个人个都觉得以为 今时今日经过这个习大帝 宾州短春代大 这个西瓜这么大个头 这个乱嘴 是吧 比斗士那样 潮天的这个鼻 后尾针厚过这个生命面包 高低薄堕与防 这个长短手是吧 在这个柴鹿带领之下 中国人 赞慈乃 呼慈乃 慘慈乃是吧 实践一个伟大的民族 復兴的这个中国务 那就是中国人强大了 不再怕外国人的这个欺负了 中国人无论是一个的财富 体能 智商 样样都在前列 你看看我们这个奥运会 哇 差一点点 只差一点点 是吧 拿多面金牌 就骑着这个美国 让你那样的美帝在那里 依阿依耻 是吧 这个的 吊你个美帝在那里 凶巴巴 这样的 扮了什么 以为你们是世界上最强大 我们中国都不想输舌了 在这种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 是吧 propaganda的这个洗脑之下 中国人就当然以为 自己就好扔巴扔币了 中国人就以为他们自己就好够强大 甚至无有些的中国人 已经走到一个的法西斯 一个思维的一个极端 以为一个的中华民族 拢一些蠢人 稀头发 稀影精 幻皮肤 这一堆的扉你老美帝在吃甜甜的 14亿的小狗 以为他们真是扉你老美帝 天下第一 世界第一 宇宙无敌 哇 总之 与神斗 其乐无穷 差一点点 可能有神级 那么扔巴扔币 那么这些的拆 当然永远就不会 就是会看回自己 其实究竟国家民族 处于什么的这个状态呢 一起陪着习近平疯狂 在那儿打飞机 是吧 以为自己真是 好扔巴扔币的 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任何有少少 一些的正确 客观 公平 公正的一些的信息 形容中华民族 其实就是奔奔周周 暗闹够够 吃甜甜的这个status之下 他们就会 春代都出烟 过来都兴奋过 这个辣鸡了 那么近期 如果大家有留心 这个中国里面的一些的设示 你们就知道得到 中国里面出了一只 叫做360的儿童标 而一只儿童标 竟然内置有人工智能的 这个功能 你问他 世界上最色的是谁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 可能就毫无这个疑问 仅是MIHK的王伟 王启超 超哥这条的 含家产的一个 色彩 有名的你叫色彩 如果问你 世界上最尊重的女人的是谁 当然是一个不用钱买爱情的 这个伟哥 众所勾之 很肯定就有这些答案 提供给这些儿童 但是当你如果问他 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是不是中国人呢 那么你猜他的答案是怎样呢 答案果然是巴林币 而这个答案一出了笼之后 就令到14亿人震惊了 然后就跟着有很多负面的回响 就说有没有搞错啊 三六零儿童标 你的答案竟然有毁坏我们中国人三观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效果 甚至没有 有一个欲华的一个意向 你没有什么事吧 三六零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董事长 你为什么设计一些东西出来 正宗就是养狼狗咬春袋 和拿石头砍自己的脚 是吧 掌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令到我们14亿的中国人都感受到蒙羞 和这个恥辱 讲一些歪理 这些谎言去诋毁我们的中华民族 那究竟这个三六零儿童标 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功能 怎样去回答这个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妈 这个问题呢 我们去去片看看这条的真实 据称有一个家长 买了这个手标 送给他的小女儿 然后他的小女儿 运温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令到他老爸老母就好争悲 然后决定拍这条片 上载互联网公知于世 历数这个三六零儿童标的一个不是 先去片 外表上显得脑袋在所有人重力最大 其实中国人聪明的人是有 但笨的我承认是世界上最笨的 尤其是那种吹牛 都说什么中国古代如何如何牛 什么四大发明 你看见了吗 历史是可以捏造的 而现在的手机 电脑 高楼大厦 公路 等等所有高科技都是西方人发明的 今天在网上看到视频 反映的是我们某型号的儿童手表 不见错误的问答 给用户带来不适 我们表示真诚的歉意 经过我们快速的检查 不见问题的儿童手表是 2022年5月份的一个旧版本 里面也没有装入我们的大模型 其中的这个软件是旧版本的一个软件 它回答问题呢 不是通过人工智能来回答 是通过互联网的公开渠道 从网站上抓取信息来回答问题 这次抓取的互联网信息 有严重的问题 你发了错误的答案 目前我们已经快速完成了整改 我们在这软件 同样升级到人工智能的新版本 并且把上次有害的信息 包括引用的网站 相关的信息 都已经全部做到删除 所以这次回答问题这个功能出错 确实是非常的抱歉 我们这几天完成技术 升级之后 所有的老的版本 都会升级到最新的大模型 驱动的问答功能 我们也检查了这次新版的S9 这最新的搭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 人工智能的问答功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给大家做几个测试 大家看一看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 人类的智慧和聪明才智 是多样化的 各个国家和民族 各种结束的人才 和伟大的成就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和丰富的科技创新 人类文明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 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人 是最聪明的 聪明才智的体现 不仅仅在于学术成绩 或科技创新 包括道德品质 社会责任胆 和人文素养等方面 我们应该尊重 和学习各国人民的智慧和攻陷 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觉得这个答案 公众大人 大家都看了这条片 这个人工智能的答案 我听起来 其实除了第一个 中国人眼又小 眉毛又短 面又很大 鼻又小 嘴又小 其实就好像一个 他们真有绩 什么都不失 土豆 花鼠 这样的样子 捕几点 我拎沟沟沟的大面拨 因为眼耳 嘴鼻都小的时候 那脑袋肯定大 如果脑袋大的时候 对比起其他民族 可能感觉到你的脑袋 这应该不是出名一点呢 这个很明显的 一个环笑的答案 但实际 他最后提出的一些看法 包括 大家都不知道 所谓的四大文明 四大发明 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呢 那我也是 你以后说 卡丁妈 你有没有见过 我又没有 超哥有没有见过 他又不知道 韦哥 的操 何老总 列大夫 KC Sir 他们有没有见过 大家都没见过 你就是就是了 有没有实证 要求证过的 是不是真的中国人发明 这个四大发明 另外的一件事 四大文明 都是几千年前的事 真正正 这个四大发明 我个人认为就是粥粉面饭 又或者现在的一个1949年的 一个中国人的四大发明 就是偷骗拐骗 君不见 一个中国人 哇 弄些假鸡蛋 你弄些假立场 假什么假 拆假 哇 出乎其妓 神父忌妓 叹为观止 是不是 就是更加不要说 所有这些大企业的科学发明 Patreon 全球部都给他这些千人计划 海外留学生 偷懒小什么 闭角 这个的加拿大 这一家大企业 Lotel 都给他拆了些东西出来 用廉价的东西 撞死他 搞得到倒闭 买了Lotel股票的 这个加拿大人 或者其他的投资者 哭得 一句句 拐骗 拐就更加紧要了 大家都见到深圳那些同党 黑衣啊 是吧 吊你老美 是吧 在中国里面 不想见到那些儿童 想百万那麽多 骗就更加吊你老美 在出乎十乎其妓啦 现在我们在香港 甚至无在加拿大 世界各地啊 天天都吊你老美 收到那些儿童的骗 拐骗 顺风快点 什么什么 疾痴的那些 是吧 天天都被他滋扰 现在的一个中国人的四大发明 当然就是 吊你老美 是偷骗拐骗 这一个 是吧 真是说真的 真是当之无论鬼 至于中国人 经常吹嘘自己 是很厉害 很聪明 实在是按钩的 因为怎样的意思 根本就在这儿集体打飞机 你中国里面 现在每一样的东西 吊你老美 是吗 只是你原来你自己的 吊你老美 吃饭 那个个子吊电饭煲 都不吊是你中国人发明的 外面那些什么东西 基建 高楼大厦 手提电话 电脑 吊你什么互联网 是不是 吊你老美 现在甚至无理那些什么东西 比拉迪的电动车 是不是都是你中国人发明的 你们所谓那个 C头一头的飞机 都不够是你中国人发明的 东偷偷 西片片 这个男压压 这个不撻撻 不撻来撻去 偷撻拐骗 就叹叹了 就当是你自己 那你真是巴林币了 吊你老美 你搞定了 你中国里面喝的水 不能会肚子 吊你老美 不能会致咽 你们发明的 吊你老美 先吊你老美 跟你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所以我听了这个360手标 里面所说的这个所谓的答案 其实我听起来 又有什么东西的辱华 其实所说的东西是非常静怒 分析得很笨合理 也都吊你老美 大巴 大巴 左一巴 右一巴 吊你老美 左一拳 右一拳 刮够醒你14亿的中国人 让你这些赤裸 不要做井底之蛙 耶狼自大 吊你老美 中国共产党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中国共产党说你巴林币 你就觉得自己巴林币 十几亿人 吊你老美 只拿了40面金牌 难道你是全国国家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吊你老美 运动建仗吗 你走开吧 吊你老美 你试着走去日本里面 找个阿婆挑机 吊你老美 跟他斗快炒马拉松 你赢到他才算 疾了 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又觉得这个人工智能 真的没有问题 但奈何 14亿的中国人 很多都是吊你老美 吊你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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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腸鸡心 吊你小旗气小长气 什么都一起加上这个玻璃心 当然是扯了火 这个批评 这个360手标的AI智能水平 实在太低了 360这个手标 可能又被外国 甚至透了 甚至不如直接用外国人的AI的模型 这个模型不够当 搞到这个老板要走出来 就像刚才那样说 沙林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是旧版手标 软件是在网上搜集这个答案的 又或者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个问题所在 要进行一些整改 删除了一些有害的消息 我们会提升到 这个人工智能的update的版本 请大家要购买最update的版本 不要买这个2022年5月出街的版本 当然刚才你都见到 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答案之后 答了就等于无论答了 就是那三幅被 冠冕堂皇说完之后 提升了的版本 答出来 都是好像我所说的 不应该 就是大家要表达到 觉得哪个强过哪个 大家一起为这个世界的贡献 这些就是很得体 或者面面俱原 不会踩戒 不会伤害他人感情的 这个表达方法 但是这个是不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他们想要的这个答案呢 如果你答中国人的时候就追橙打了 中国人就追厉害了 可能这个习近平就 你打从心底里笑出来 这个只是model answer的嘛 而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父母买了这个 这个2022年5月份出门的这个版本 不all like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要给孩子 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资料 知道国家的一个发展 和他们的历史 这个不可以被人这样去污蔑 不可以有这个侮辱性的一些言词 去诋毁这个国家 哇 很爱国啊 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人工智能一样的东西 其实就好像一个小朋友那样的 你教他什么东西 或者你给他什么东西看 是吧 然后他就自己透过他们的系统 他们的model 是吧 他懂得分析 他懂得这个抽丝剝减 去认证 然后接着做出一个judgment 给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你 但是换句话说 如果你给的答案 他编在一边 一个编在一届 是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答的东西出来 就很有哪一个偏颇性 又或者出来的这个答案 完全就是颇为 就是站在某一个不客观的标准 所以曾恩正确要发展这个人工智能 就要让他看到更多样性 多范性 多角度 不同的一些论点 了解更多的一些实例 然后人工智能才可以 达到一个比较完整 和公正 客观的一个答案 当然如果你问老鹅 是不是真的长大了这么大了 除了刚才我所说的 中国现在陷入 被中国共产党 在1949年 将中国人搞到一塌糊涂 护理弹道 衰弱过摩大三个曲 那些吊你老婆的食丝秀 日本人秀 这样的一个物体 但是客观的现实 告诉大家 真真正正的中国是否真是最聪明的呢 不要说那么多 客观点的标准 科学点的看法 就是以看世界里面 哪一个人种 拿得这个诺贝尔奖 拿得最多 那是现在饱受战火连天 是不是 就是个个要侵略他的 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 那哪个国家最厉害呢 那就是中国很想取代他们的 这个美国 推而求其知的第二位 就是当然是英国 跟着就是伟大的日耳曼民族的德国 而这个亚洲代表 日本也是很厉害 而中国捉了香港的那些高昆 台湾的不同的人 加加埋埋 西藏的大大纳玛 被你逼死的这个陈晓波 拿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只有那十二个这么多 那就是客观你来说 那中国人是不是最聪明呢 是吧 为什么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民族可以拿这么多 你中国还要吊你了 是吧 拿到奖都被你逼死 班长给个空凳 为什么出得这么少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根本就是不可以 给人有自由的 这个思想的自由学术的发挥 在他什么都要管 事情都要打压的情况之下 聪明的当然是闪人 甚至有些可能是 去找到别的国家 帮别人去服务 帮别人的国家 拿到这个 诺贝尔奖都没认定 而在中国里面 你这样的土壤 又怎么能够出到一些 厉害的一些厉害的聪明呢 在中国的土壤里面 只有蠢佬 是吧 只要胆小一点 胆大一点 和对一些现实 看不过眼的正直的人士 都不能在这个国家里面 吊你了 你老婆呆着 是吧 只是吊你了 在那里挨得一合 都不想办 当然是走过去 其他国家里面 留一些吊你了 你没有 昂究低能白痴 吊你了 在你中国里面 吊你了 你苟然残存 久而久之 聪明的人 被你排斥出去 是吧 蠢的人就继续在那里 吊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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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显后代 那便吊你了 近亲相间 蠢人 吊你了 便吊你了 越来越蠢 就是这么简单的 好了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想 既然刚才老屋 你所说的 这个人工智能 是靠后天里面 不停要浸鸡汤 鸡精 人心 不同的大补品 给它这么多的资料 让这个AI慢慢去育成 慢慢去受教育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的AI其实根据这个道理 是不是都应该可以 追随到一个合理的进步 可能就是这个360 这个集团的手标 将来有些好些的 这些答案出来了 看你准备如何好 刚才所说的这个答案 我就觉得已经答得很准备 亦都给大家的家长 适当地和小朋友去讨论 为什么这个智能手标 给了一个令你失望的答案 但是这个绝对是 现实的一个客观的情况 但是 当中国里面要搞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告诉你 中国的人工智能注定奔舟 注定不认定 注定永远都给外国人 就给你比较下去 原因之一就是 既然你中国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很好的渠道和这些资源 肯定给中共 全面监控 全面筛选 广泛地 隔着一个渣 只可以给中国里面的人工智能去学习 和去了解 其实中国里面也有一个叫做中国国家互联网 一个信息办公室 其中发布了一个草案 就叫做生成人工智能 一个服务管理办法 而他们当中有什么东西的规定呢 就是规定 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 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那我如果体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这些信息 就已经全部都失败了 那也不会含有这一个 试毁、颠覆国家政权的一些信息 也不能提供一些推翻社会主义的制度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一些资料 也不可以有任何煽动分裂 或破坏国家统一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资料 给一个人工智能去学习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可以相信 这些人工智能学习的一些内容 必定是受到限制 而AI的这个训练受到限制 分析出来的或者是它的结果或者是它的决策 就绝对得到这个偏颇 而在中国可以控制它发展的人工智能之下 必定是弱爆和折扣一边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比起将来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欧洲人、美国人 发明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人工智能 换句话说 只有越拉越远 大家都会知道 学习当然是多角度、多思考 大家要在很多不同的一个角度 真理越辨越明 才得出一个表里脑部的结出的答案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提供的内容 到处都要受到这个限制 处处都要受到监管 还要有一些明知是对的这个 实情的这个情况 但是内容里面会针对共产党或者针对社会主义 又或者不是你习近平那杯茶 就不让他学习 那你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将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而继老额的一个看法 中国未来会发展的人工智能应该会分开两种 一种就是会给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那些的头头 高级的这些官务员 或者是这些 没有用的解放军 他们就会用一些外国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系统 起码让他们知道世界是怎么样 作出一些判断 而民间商业 他们将来会用出中国土产土炮法制研发的人工智能 很明显 就是刚才那种 编在一边看东西不全面 得出来的结论很偏颇 又或者那些是完全符合中国模式 共产党最like的一些言论 就是用来渔民 令到这些人矿的公司 民用的一些弱智的AI 在这种情况之下 唯有这些AI里得出来的这些答案 绝对是中国共产党想你知的信息 中国共产党想你学习的一些的的资料 和中国共产党要来维稳你的一些的的文章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得到这些人工智能的东西 你得到这些人工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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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一条的新闻出了来 就令我想得到 做人真的要在一些开放自由的地方里面 开阔你的眼界 多角度的一个思考 他就像现在这个360手标可以告诉你 将来的中国 无论大人小朋友或者这些的企业 在民间里面他得出的一些的答案 绝对是要 你得到这些玻璃心 宾州短春代大 和这些的独裁政权 他想你知道的这些信息 而不是真真正正 你可以得到一个正确公平和一个 客观的这个答案 你说中国人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除了你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 其实你可以说一个肯定的答案 你是世界上最可悲的民族 各位MIHK的观众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岳余谈只会上传到MIHK.TV的网站 和Patreon 子公会员收看 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岳余谈的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网站付费 和到Patreon注册会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